好,完成好场景之后,我们来着重研究一下角色 包括这个角色的动画,骨骼,然后动画蓝图,技能等等 有几种方式来获取这个人物的模型 首先我们得准备好这个 然后第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创建 通过MileoCinimax创建一个模型 绑定好骨骼,然后导入到U1里面来 那一部分我就不讲解了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偷懒的方式 你就可以直接用小白人 用小白人同样的也是可以把技能部分学的很好的 还有种方式就是去虚幻商城浏览角色 在角色里面你可以买一个或者是找一个免费的 就使用这个,如果你的这个显卡还ok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 另外这个地方我主要会讲一个 U15同时发布的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叫做MetaHuman MetaHuman,原人类 使用这一个呢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 来创建一个你的角色 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看 它不是一个下载的工具 它需要进入一个网站 它域名叫做MetaHuman.onrealengine.com 进入之后呢你可以创建MetaHuman在这个地方 另外你需要登录你的账号啊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以他为模板来进行开始 比如说我们来创建一个男性好了 我们用它因为这一次通过网络verb方式访问 所以你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啊 选择好以他为模板以后 我们点下一个下一步 好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调整啊 它的预设皮肤眼睛牙齿等等啊 一些细节像游戏里面捏人一样啊 你可以捏出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人 包括他的服装等等啊 这个地方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这些捏人的一些东西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当你把这个人物准备好了之后呢 怎么样把它给下载下来呢